長華是一名國中少女在馬路BNT足球 一個不小心足球穿越車道滾到對街 要去撿球的過程中 差點被機車衝撞 嚇了好大一跳 在等空檔的時候 對向另外一輛機車行驚 疑似夜色昏暗撞到了足球 騎士就連人帶車摔飛 還在地上摩擦了好幾公尺才停下來 不僅輕微腦震盪 臉部骨折 全身還有多處差錯傷 再來這王的馬路上 突然有一個足球用彈跳的方式 自從路邊民宅彈出來 下一秒一名國中少女跟著衝出來 差點就被後方機車撞上 場面顯像還生 不論是汽車或機車一台接著一台 少女根本找不到空檔可以去撿球 就在這個時候 對向一輛機車及時而來 疑似夜色昏暗等撞上後才發現有苛球 急撞出來 對 剛才飛機撞到後就倒了 對 驚險畫面再看一次 騎士整個人重摔地面後 還往前滑行好幾公尺 造成身體多處差錯傷 這起意外發生在彰化市張草路 周邊監視器事後被分享到網路社群 不少網友驚呼 少女的家長要負最大責任 居然放任孩子在馬路邊玩球 這樣真的很危險 那個騎士臉部有兩處骨折 身體有多處擦傷 那又有輕微的腦震盪 家長疏於看管害無辜的騎士摔車受傷 不僅得賠償傷者財務損失 還得面臨過失傷害罪 害人害己 記得有沒有中央報道 中文字幕——YK